章魚燒 很多人開了大阪 吃完很正宗的章魚燒 之後呢 原來是正宗的 我認為是拌勻 我從小時候一直在一起 我認為是拌勻 美美地 美美地 今集為你到來一粒章魚燒的故事 我們在做的是關西風的章魚燒 據理想的口感通常都會是微脆 內軟 以前會放紅薑 蔥 現在現行就是章魚和粉漿 粉漿是用鼻仔高湯來開的 基本上我們會有些雞湯 裡面有少許昆布 其實是會用來提鮮 因為章魚在香港沒有辦法落到新鮮貨 始終都是凍貨 可能你還是想去吃一次鮮味 初代的章魚燒 材料只有高湯麵糊和章魚 由大阪匯尊屋的老闆 在1935年所創 既是關西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在大阪人心目中 更加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 近年香港都出現了不少 主打大阪風的章魚燒店 究竟甚麼是大阪風呢 我們再次邀請了居港大阪人大島山 來尋找香港的章魚燒流派 謝謝 好像挺棒 いただきます 很有趣 好像裡面有幾粒白酒魚 我們在日本是飛向一粒比較大的 而且我們大阪人真的不太喜歡 做完之後等一點 即食 然後我們吃的時候 會有這個動作 然後會有這個動作 也會有很遠的感覺 現在突然進入 我小學的時候 是香港的日本人學校的朋友 真的有緣分 沒有約過的 剛好他走路過 就出現了 東京人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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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什麼嗎 在関西的方法 我比較適合 通常吃了 開口 乾燥 或粗糙 可以吃 這個 他們會用 要用 比較長的東西 他們會用 我會用 雅筋 比較多 雞 對 我當成為叉燒 飯 加在一起 那 你會吃飯嗎 你會吃 我喜歡 我喜歡 最大的分別是口感和裡面的材料 大阪人家必有一個張月碟板 你是大阪人沒有碟板的話 你不是大阪人 不行 在家的話 白酒魚 小麥粉 水 雞蛋 我們自己喜歡放少許舉樣 還有 必要的東西就是天賦浪碎 大阪人一定吃得到 一定吃得到 我們現在開始和老闆店長一齊 自己做的章魚 我們準備了一些紅薑 準備了一些蔥 還有準備了一些圓脊的章魚 可以碎一點 其實我們這裏五六年前已經出過 但因為香港人吃的時候 便會發覺為何會這樣 你再是這個樣子我不吃 我以後都不管 嘩 太傷心了 有一兩個 很多 在日本 我小時候在大阪吃章魚燒 我現在都記得 7顆 100元 等於現在的6元 小麥粉 水 蛋 Tago 都不是很貴的東西 然後就做完 然後就這樣吃 我們叫粉蜜 章魚燒 大阪燒 都是粉的東西 我們的一個鄉下料理 五六十粒都可以的 即是在家裡的話 一個人 對 下次開派對可以叫我們嗎 可以 這個就是剛才做完 一辣辣辣的 一辣辣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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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的粉蜜料理 就要追溯到二戰後 在物資頻發的年代 他們就只可以用很便宜的小麥粉 混合水來製作章魚燒 大阪燒等的粉蜜 而且在關西一帶就最盛行 這個呢 日文叫做Tago Sen Tago Sen 的聲音是Sanba 在大阪有一個吃法 就是這個章魚燒 放在這塊東西上面 然後蘸些醬和配料 然後包在一起吃 章魚燒 就這樣買的話 假設100日圓 有些小朋友沒有那麼多錢 就便宜 譬如三分一 這樣 就當一個三文字 一個紅毛包 這四款是必要的東西 必有的東西 章魚燒醬 然後有沙律醬 然後有沙律醬 然後有堅魚 無二次 無二次 清紫菜碎 多一點醬 多一點 沙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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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好吃 小時候的回憶回來 很棒 章魚燒最原始的食法是不加任何醬汁 而據說章魚燒的前身是冰副院的明石燒 他的雞蛋比例比較多 會配高湯來吃 其實我的大阪人 老闆 我小時候 其實可以說每天都能吃到 每天都會吃 這個東西 但不會查到歷史是何時出生 但我會知道章魚燒本身是明石燒 再之前來說 日文叫ラジオヤギ 收音機燒 對 章魚燒的始創店 梅俊奧最初是賣一款牛肉餡的收音機燒 有客人吃過收音機燒 覺得好像明石燒 他就覺得要配章魚才配合 於是老闆就改良了做章魚燒 Juayさん 你覺得是甚麼是 鮮肉燒 我認為是鮮肉燒 是從小時候 一直在一起 從小到大 成長一起大 比起白飯更加親密的關係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最後 它是炸的 它不是燒的 叉內的時候 可以刺到 很正宗的東京風的鮮魚燒 外面 是炸了的感覺 如果你看到炸皮的鮮魚燒 是不是都會生氣呢 我不會吃 我曾經吃過 那時都沒有那麼炸 這個根本就是 不是燒 是炸的 章魚燒 東京風的章魚燒 會用到大量的油 將外皮炸到香脆 無論在東京 或者在香港都大受歡迎 最特色的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外脆來軟 最高峰一天 可以買到500至600單 最特別的粟米 我們加了粟米 這個粟米可以增加口感 你還可以吃到外脆來軟 很奇怪的香味 嗯 很奇怪 但比我想像以上是好吃的 還可以的 但因為它甜 很特別 很奇怪 有 有 三塊白手魚 兩粒米 是另一個食物 我不想叫它是一個章魚燒 當作一個零食 沒有想著是章魚燒 那就會好些 香港人吃章魚燒特別喜歡什麼 我想應該是很多不同的味道 給它選擇 多醬 多汁 多木魚 香港人本身喜歡吃的東西 偏濃味 我自己第一間吃的章魚燒 如果在香港來說是日船 我對日船的印象是 它加了芥辣 我覺得很特別 它有泡白色 很像沙律醬 很配搭 它的醬汁和小丸子 在香港出現正宗的大阪章魚燒之前 不少人對章魚燒的第一印象 是來自這間台灣的章魚燒店 脆皮丸子包著椰菜餡 加上芥末醬 透明沙律醬 成為了香港人最熟悉的章魚燒 高峰時期在全港曾經有六間分店 時至今日就只剩下旺角一間 開了前頭二十幾年 由乃路城街開到這裡 然後搬過幾次 第一間來的 我們是總店 人家如果要加盟的話 要來這裡學圖小丸子 和我們老闆拿材料 台灣配方來的 一來到就是這樣做 裡面有椰菜 有芫草、有章魚 沙律醬是台灣的 有些要多些燒汁 有些多些沙律醬 有些客要求要脆一點也有 不過要時間也要等 特別要求他們也要等 有些客人不要芫草 也有 不要菜、不要章魚 也會做給他們 那你覺得這些口味 是香港人要做的嗎 都是的 都做到這麼多年了 都有很多熟客來買 七、八成都是熟客來的 有些人吃了二十幾年 小時候吃到三、四十歲 我認得 經常都來買 一看到他們來買 就不知道是誰 很多人都是從小到大 可能是因為 它和坊間的小丸子不同 所以印象就會深刻一點 應該是一說起日船 就會想到吃小丸子 一想吃小丸子 就會想起日船 是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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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出話 說不出話 你做錯了什麼 給別人分 正宗大扮雙燃燒 這個是我一個人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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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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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